大家好 逆铃 道声的铃片 柔顺 温柔顺服 喉咙 咽喉 这个预言来自韩非子 韩非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 龙代表君王 韩非编了这个龙 会因人触摸逆铃而杀人的故事 为君王造势 中国还有一句俗语 老虎屁股摸不得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龙有逆铃 龙柔顺的时候可以亲近他 还可以骑在他身上 但他的喉咙下有逆长的铃 直径一尺 如果有人触摸逆铃 龙就要杀人